地方热 pendant 12лись 明天为 popped 才五天罢了 你们觉得噗不好看 我很生气因为我买错 看你的电话的手机 超好看的 这个叫什么? Blood? Blood还叫什么? 我以为我要吹到半死 Oh my god! 很可爱! 超级贵 原来帽子咯 也是有尺寸的 是怎样穿的 打击我的耳朵 这一个耳朵 我有两个耳朵 Yes! Ok!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所以今天呢 就是你们想要的淘宝开箱啊 当然 我今天用了我新买的麦克风 你们有没有觉得有差别呢? 你们听的声音会不会比较好 你们跟我feedback一下 我的这个包裹就是 6.3公斤重 所以我是尝试了新的一个代孕公司 这还不错的啦 这个就是6.3公斤 它跟我讲的价格是差不多 51块新币啦 所以其实价钱来说呢 我觉得跟菜鸟呢 可能是差不多了 可是它真的是很快就来 因为我有买我生日用的东西嘛 所以我很怕它在我生日之前 来不到这样子 可是真的是很快就来了 这个是空运的 所以我有运我的麦克风啊 我有运可能一些耳环啊 还是有镜子之类的东西啊 然后呢它有帮我把那些东西 全部都拆掉呢 就很compress的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啦 然后也是幸好就是 在中国我买的这些东西呢 它们都运出去蛮快的 所以蛮快就带了它们的转运厂 从我那些东西 全部都到中国的转运厂之后呢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 像我那些东西全部都到了 从那天开始到来我家这边呢 才5天罢了空运 真的是超级快 我在菜鸟我买东西 都没有那么快来过好不好 虽然价钱还算是还可以 可是那个时间来说呢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我应该就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买的那些东西 然后衣服呢 我过后才试穿给你们看 可是这一套也是套包买的啦 先跟你们讲先 还有我新的头发 你们觉得它好不好看 OK 所以第一个呢 反正我都已经带住了嘛 我就先讲我的麦克风吧 所以它就是一个这样子夹住的呢 然后它有一条线我放在我衣服里面 然后呢它是这样 你夹在你的裤子那边的 所以这个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夹在裤子 不好的就是如果你穿裙子就夹不到啦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盒子这样子来的 我很生气因为我买错 我想要买有两个这个麦克风的东西 因为我怕它很快会没有电 可是结果我只买了一个 因为我没有查清楚 所以Please check 好 before你们买 OK 不要像我这样子 因为这个也是不便宜 这个我买了也是差不多70多块 给一个麦克风罢了 然后你买两个的话是才百多块 所以才相差30多 所多一个你知不知道吗 我很气 然后它就有这些不懂 叮叮隆隆隆一大堆 不懂什么东西 我不会的啦 OK 总之就是有那个给你插电的啦 所以它这个很容易的就是 你charge就可以用了 可是它的寿命多少 我不知道 我用了之后呢 然后在那个小格子里才跟你们讲 我觉得它就是 杂音呢 就可能会比较调低一点 所以你的声音会比较明显 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就是杂音 lower 我的声音 higher 你知道吗 你那个差别 你不会它像觉得很明显很大这样子 可是就会有一点点的差别啦 所以我就是要问你们看 你们听我的声音 你们会不会觉得会比较轻一点啊 会比较大声啊 还是什么东西 你们再跟我feedback 来让我知道 然后呢如果你是买它两个microphone的话呢 它有送你一只的 像selfie stick这个样子 然后可以站在桌子的 我觉得那个看起来真的是蛮不错 因为我本来也是想要自己买一个 可是我就心想 哎呀既然你买这个两个的话呢 它有送你一只那个嘛 所以我就干脆买两个好了 结果买错 然后它送的就是这个 可以赞助用的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错啦 那些人要直播啊 还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需要用到这种可以赞助的话呢 我觉得是还OK的 就这样子了 还有还有我今天用ring light 你们有看得出那个差别吗 这太亮了对不对 因为最近新加坡的天气真的是 每天都几乎下午一开始 天就会黑 然后就会好像要下雨之类的 真的是没有好的灯光可以拍摄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用这个ring light 你们跟我讲你们 有没有比较喜欢现在这个的灯光吧 然后呢我也买了一个 不要看到好像 普通一个小小个的ring light 这样子呢 它其实是一个放大进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给你开起来夹住 所以你可以夹在你的电话的手机 电话的手机 电话的手机 电话的那个camera上面 然后它就会有这个lens呢 跟你放大你要看的那个东西 就算是selfie啊 back camera啊 你都可以用的 只是真的是要理那个你要拍的东西很靠近呢 1-2cm apart齁 你才可以好像真的很clear的去拍到那个东西 所以很多人都会买这个就好像用给做eyelish extension啊 还是你做指甲啊 然后你要拍一个比较清晰的照片呢 你一zoom in的话 你的那个照片就没有这样清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了 是蛮不错的 而且哦 它这边就好像有一个touch sensor这样子 所以你按住呢 它就会有灯开起来的 所以是蛮不错的真的 然后你再按住多一下子呢 它就会换灯 或者自己换掉 现在全部都是这个样子啦 那你都不用放器材料 所以你就直接要拿USB cable 跟它charge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以它的价格来说是蛮不错的 然后我有一大箱 哦我全部昨天我太兴奋了 我已经开了一点 所以很多Japanang的东西 所以我买了这个 OMG 超好看的 镜子 很好看耶 我跟我讲给你们看 看到吗 看到我们很多人的房间吗 所以这个镜子是蛮美的耶 它就是那种好像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吧 可是你摸起来就真的会感觉 也是蛮廉价的 它因为它是蛮轻的 它没有什么重量 你们要用的时候 你们也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这个 我觉得它站住呢 因为它不是平的嘛 所以你给它站住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点 好像要倒要倒这样子 所以你们要放东西在下面 或者有东西在旁边靠住 它才不会这样容易掉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 而且我问为什么它的镜子 看起来很清晰耶 我看了我觉得我超满意的 而且你知道你要拍视频啊 还是你要拍照片啊 你要比较好看一点 可以拿这种当道具呢 是超好看的 有一个这个东西呢 你就可以好像把它挂住在墙壁 也是ok的 可是这个我只会拿来当做道具罢了啦 而且价格应该也是没有很贵 所以很值得买 然后我买了这个 我生日用的 这个叫什么 Balloon Balloon话里叫什么 气球 我生日用的这个气球 然后我开了 我不会讲 我不会讲 折回去 所以我就放着这样子好了吧 然后它就有一大包这样子 一大堆的 重点就是哦 我忘记跟它讲哦 我要什么号码你知道吗 因为我的生日 当然是要那个年龄的号码 然后我忘记跟它讲 然后我也是找不到哦 那个号码在哪里哦 我又不要全部开起来 等一下我又装不回去 我就算了 我的朋友有跟我讲 他要借我 他之前用过了啦 所以我就跟他借先 然后到时候我再看 那个号码它给的是什么 我也是买了这个 很可爱很可爱的 很可爱的 杯子 Oh my god 很可爱对不对 你看它上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这个兔子哦 是不是跟它连接在一起的 很可爱 然后它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杯酱 这个就是星巴克的 应该只有在国外才有卖罢了 这个好像是去年的版本了吧 不懂是给中初级还是什么东西的 反正我就是看到很可爱 我就想买就对了 可是这个杯是 超级贵 超级贵 Oh my god 不可以给我妈妈听到 是50块一个吧 我不记得了 可是我觉得很贵的一个杯 总之就是很可爱就对了 然后它里面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开起来的啦 你看 所以你可以好像放茶叶 之类的啊 然后你再跟它 放回去好像有点难 然后你再跟它塞回去呢 然后你就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你就泡茶啊 在那边喝 嗯 可是你只要洗干净啦 因为你这个 silicon的东西哦 它的那个味道会很重 我觉得如果你在那种 好像办公室做工啊 然后你买这种杯子啊 去泡茶 泡咖啡喝 你心心也会好一点吧 你做工做到这样显 然后你就看着那个小兔子 跟它玩玩一下 不是变态OK 然后呢我不懂为什么 送我一粒苹果啦 哦我在想这个是什么来了 这个是那个气球的那个东西的 这个就是给我棒气球的 我也为我要吹到半时叻 然后呢我也是买了一大堆这些呢 就是给背景用的这些布 就可能我拍那种化妆品 那种视频 我可以用这种布当背景 应该会很美 所以我就买了几个 而且很便宜罢了 然后我买了这个 这个就是很像那种古装 你知道它们那种贵妃啊 那种娘娘啊 它们就会用这种的 就它们就会黏在他们的额头这边 很好看 我很喜欢那种古装的那种戏啊之类的 工商改有没有人看过啊 我超喜欢看那个的 第一个啦 第二个还好吧了 看好完我就买这个来 想要玩看看 可是谁知道它这样大一点哦 很多不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最好看的 还是这个的图案啦 我不知道可能到时候 生日的时候我想要用一下 然后叫我的朋友全部都做 我不管啊 你们一定要放啊 然后呢我就是也是在 抖音看到一个手机保护膜 看得好像不错 这样我就跑去买一个 这个是好像防止人家里 在旁边可以看到你的电话 在写什么东西啊 Privacy这样子有没有 所以它一个套装里面呢 是有两个来一起的 然后呢 你们知不知道哦 原来帽子也是有尺寸的 What 我进去就是看到 抖音视频的那个小姐姐 她就放大马帽子 我就 蛤有这种东西呢 我知道我头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通常戴帽子都不好看 而且我脸又圆啊有没有 然后我就去她介绍的那些店家呢 然后我也是跑去自己量我的那个 头的那个尺寸 你知道吗 买来看看呢 是不是帽子不适合我的问题 还是是我头太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 啊 啊 痛啊 因为我的刘海虽然不会算长 因为是刚好在我的眉毛那边 可是如果我一戴帽子呢 它会整个把我的刘海压下去 就会很难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人家可以弄到这么好看 你知道吗 通常我戴帽子呢 就需要把我的刘海拉上去 所以呢 我会把我的刘海拉上去 我怕如果我不适合的话 我还要卖嘛 对不对 放一张纸巾 不要给她弄到我的化妆品 所以是不是 因为我头大所以才不适合戴帽子 Oh my god 好看欸 有没有 有没有 天啊我觉得你戴个帽子下去 超多了 哇 哇 哇这个 这个叫什么 Zebra的这个纹路呢 我觉得是很好看的欸 而且它这个是比较高的 有没有 所以你戴下来呢 会比较低一点 就会遮住你的脸这样子啊 所以你眉毛画的不好看 还是不用剪啊 因为没有人看得到嘛 对不对 这种黑白的颜色呢 你就搭配什么outfit都会好看啦 你穿什么颜色都一定会配的 也不会说好像过于的勒或的紧 因为这种帽子一定是没有弹性的嘛 所以它就是刚刚好在我的头这边 没有位置 剩了有没有 可是也不至于说会很不舒服啦 可是 如果你就不习惯啊 像有东西勒住你的头的话呢 你可能就会头痛啊 还是不舒服啊 这样子我就不会建议你去买 这个帽子咯 我应该是不会穿吧 这怎样穿咯 前面也不是 后面也不是我 就应该是一个很可爱的兔子 这样子的帽子 好再一点的就是它有那个 弹性戴在这边有没有 所以就算你的头再大一点的话 它也是可以拉开来的 可是 可以有人教我怎样戴吗 因为我觉得我戴后面也是很难看咧 我觉得这个戴上去还不错 这个就像那种牛仔裤这样子的 就没有比那个 Zebra纹路的那个 雷啦 这个就是比较好像刚刚好 可是不会觉得很窄 这样子 就蛮宽的 这个我觉得很适的好像当游客啊 戴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啦 那个颜色 它有两种颜色 一个是浅蓝 一个是这个的蓝色 我觉得这个蓝色是 比较容易配搭吧 因为我的牛仔裤来说 也是没有那么多 是比较浅的颜色啊 就比刚才那个会比较舒服 可是我觉得刚才那个呢 看起来会比较潮 比较好看一点 个人的喜好吧 最后一个帽子呢 Oh my god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原来我蛮适合带这种帽子的 因为感觉就好像会不舒服 这样子啊 可是我觉得戴的我蛮潮的 就好像那种streetwear的那种感觉 你穿一个很宽松的一件T-shirt啊 然后你再配戴这个 我觉得是很休闲 可是又很好看的一个配搭吧 尤其是你有软头发的话 我觉得会更加好看 而且这个颜色是 就我蛮喜欢的那种 好像 beige啊 奶茶那种颜色 因为是很有弹性的嘛 所以呢 你也不会觉得它会累啊 还是会不舒服 还是会有一点松的 你看到吗 那就会有一点位置 这样子 给我来说好像还会有一点大 我如果要放上面的话呢 因为我要tuck in我的耳朵嘛 耳朵 我要tuck in我的头发嘛 然后它就会一直好像 掉下来掉下来这样子哦 或者你要去打抢 你拿这个 你盖住你整个脸 就搞定了嘛 对不对 然后找找找找找 OK 我会继续戴住这个 然后我继续开散其他东西 然后呢 我就买了一个手机壳 我在那个照片里面 看起来好像蛮aesthetic的啦 You know minimalist这样子 可是哦 我在这边看就 它印的那个字呢 就会有一点好像pixelated 这样子啦 所以就没有很轻这样子 感觉那个质地也是还好吧 就那种比较便宜 比较廉价的手机壳吧 所以呢 我也是买了蛮多耳环的 可是我只有这一个耳 这一个耳朵 我有两个耳朵 所以可是我只有这两个耳朵罢了 然后真的 我指甲长 所以我很难去换我的耳环 昨天换了这个耳环 我要花了超久 你知道吗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的 所以它就是一对的啦 所以我现在在带住这个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太夸张了吧 它这个是蛮大 而且有一点重量 所以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舒服吧 这一个的 我觉得它这一对的这一个呢 会比较好看 因为就比较简单一点 我也是有买了这个呢 就是我这边也是有带其中一个 可是是不一样店家买的啦 这个就好像chrome husk的这种设计 你知道chrome husk很贵嘛 对不对 它本来也是有这种很像chrome husk的这种设计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看的 很简单啦 你可以拿来点有很多耳洞的话呢 是会超级好看的 这个可是这个是一对的 有多一个我不能掉去哪里了叻 所以等我找到了 我再补拍给你们看吧 可是这个是比我想象这么大很多 我其实以为是没有这样大的 可是来了之后就很像一个cook mirroring 这样子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给那种比较辣妹啊 比较潮的人只要带 这种当然一定是有一点重量的啦 所以你耳朵如果比较薄还是什么的话 可能你带的就会比较不舒服 excuse me 这一个呢我就真的是哦 试穿不到给你们看 因为真的是很难带上去 尤其是你有长指甲的话 因为其实它的那个长度呢 没有很长 所以哦 我的耳朵的那个肉又厚哦 所以我第一个洞跟第二个洞呢 我都完全是带不上去的 因为它就是要穿那个 钻石的那一条的东西进去嘛 所以也是会占一点位置 所以我只有第三个耳朵呢 勉强还是可以啊 把那个钻石的那个链放进去 可是我要转那个球的时候我就很难 因为我指甲是蛮长的 我不会建议给你长指甲的人去买吧 可是带起来真的是蛮好看的啦 这一个就是我跟你们讲那个chrome hast的 可是这个是单单一只罢了 然后这一个一条线呢 我超喜欢这种哦 有那个链子这样连下来这边 所以下面这边呢 就是那种好像你只是穿进去 然后你跟它夹起来就好了 很简单 然后上面这种就是通常screw ball的 所以这个我还可以勉强自己弄啊 有没有 然后这边前面呢就有个小爱心啊 我就觉得有点像那种 Tiffany & Cole的感觉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看 可是我也是有买了多一个这种链子呢 chrome hard的 所以也是蛮好看 所以如果你要好像整个的都是chrome的话呢 你就可以买这个chrome的这个链子啊 我觉得会很好看 可是如果你要好像不一样的层次感 你就可以搭配不一样的耳环啦 所以这样子就好像不一样的感觉吧 然后杂物呢 最后一个就是这一个 不算一个皮带啦 就是一个好像链子的点缀这样子 所以我第一个我是看到这一家店呢 他们每一次搭配衣服他们都会用这条链 所以我就看我觉得蛮好看啦 所以我就想要买一个 可是他们卖的价钱有点 也没有说超级贵 可是我就有看到更便宜的 所以我就有想要去买更便宜的 可是我就一直在那边怕哦 更便宜的店家呢 会不会那个链子太短 所以不适合给大马的女孩子用 会不会那个质地比较廉价一点啦 有没有 然后他们多数哦 Description 啦 他们都没有跟你讲 那个链子多长呢 然后我就很苦恼 我不懂到底要不要买那个便宜的 可是结果我 啊 算了 因为这个是好像微胖的店家嘛 所以那个链子一定是会够长给大马的女孩子 所以这个就是有这种龙虾的这个勾呢 额外的这个链子这样 整个都是爱心的 所以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啦 讲真的我没有带的很好看啦 OK 可能是因为这个裤子的关系 你这个大概就是这个的概念 有没有 这个现在是比较低啊 如果你穿比较高要的话 你的链子当然是会有比较多位出来啦 可是就是剩这样一点点吧 然后就没有剩很多 你看你勒多紧啦 这个是有一点松的 可是你最好是不要放太松 不然它整个就会掉下去啊 对不对 你都不会有感觉 对不对 我觉得当点缀来说呢 是蛮好看的 就好像之前那个工装裙这样子呢 它的中间我不是讲 好像很没有一个形质这样子咯 所以你把这个你放上去之后呢 点缀啊 就没有这样的单调吧 你知道吗 链子有什么好介绍的 你跟我讲 如果你好像不要一个皮带啊 你觉得会勒 或者皮带没有这样好看啊 你就可以买这种点缀来 点缀你的衣服 yes ok ok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所以我就打算 这些长白朗的东西呢 我就放在这个视频 然后试穿的衣服 其实没有很多哦 可是我觉得有点长了 所以我就最好是把它移去下一个视频 再给你们看 对啦 我不懂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无聊 因为没有介绍衣服还是什么东西 可是那个耳环呢 那些我买的 真的是我蛮喜欢的 所以这次的东西是真的是还不错 就这样子吧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 你觉得你戴帽子是超级不好看的 你可以去试试看 买这些这两件店的那个帽子呢 真的是很不错 给我们头大的女孩子来说呢 也是蛮友善的 男孩子也是可以穿的 you know unisex anyway 希望你们今天也看得开心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记得点赞咯 我们下个视频 试穿衣服的时候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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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